大家好,今天讲婚后多年才发现男主给哥哥戴绿帽的故事 男主华伦是个艺术家,戴着眼镜,有个漂亮的金发妻 有人采访男主的童年,男主是个孤儿被妈妈抛弃,说着说着哭鼻子了 胡子哥穿着缩水有污漬的衣服,带着妻子露露,小贝和白发妈一起去巴黎过寿 白发爸是个修理工,男主他们华伦那混蛋是再也不会来到这个穷地方了 男主的艺术产品就是吹一个潮流时尚,一点不实用 盘发女抱怨沙发太硬,腿都麻了,立体三角凳 2016年设计奖,应该是2018年倒栽充奖吧 一小伙子一坐就摔倒,另外一人上去也是摔倒 金发妻坐上去,稳稳的,男主也是稳稳的 这个椅子培养你优雅的坐姿,这是时尚和潮流 展会上又一个哥们买了男主六把这样的椅子,摔成了圣盔男 还称赞男主东西不错,时尚界赶潮流就像皇帝的信装说出来怕丢人 岳父介绍了索菲特高层弯弯美,又介绍了文化部长黑妹 赞叹男主的产品,精彩绝伦,登峰造极 这紧要关头,男主挂了胡子哥电话 白发妈进了展会,这么多人啊 见人就热情,还以为是给自己贺寿的 男主看到了白发妈,吓得拥抱文化部长黑妹 黑妹以为男主孤儿精神创伤发作了 白发妈抱着想跑的男主,一阵激动 这地方好大,想来这里住 胡子哥告诉男主,白发妈得了老年痴呆 在忘记一切之前想过八十大寿 男主明白,那就回家庆祝生日吧 在金发奇眼里,这群香巴佬就是土鳖,乡下人 露露带来的有机蔬菜,金发奇尴尬地收下了 一拖拖的恶心极了 男主先把有机蔬菜扔到垃圾袋里 冰箱里有切过的蛋糕,切成M转 代表妈妈插上两根大蜡烛口钉 胡子哥去做三角凳,摔了腰,成了圣亏男 白发妈一看这蛋糕被切过了,还是吹灭了蜡烛 许下愿望再买个大蛋糕,你们耍我呢,拿个切过的蛋糕忽悠我 胡子哥坦白,目的是向男主借一万欧远 老年痴呆也是瞎编的 男主生气了,一分没有 白发妈提醒,你别忘了你自己的根真失望 你变了,你很成功,其实你一点都不成功 胡子哥认为男主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是最真的你 男主和妻子拥抱太好了,香巴佬走了 楼下狗仔男盯着呢 胡子哥承认是著名孤儿设计师的哥哥 那是他妈妈,这家伙现在看不起北方老 男主拼命的追狗仔男,可惜狗仔男看家本事就是跑路 男主打算召开记者招待会,下车去安排 这岳父担心搞大了,让合同完蛋 倒车过去将男主撞飞了 男主一个翻滚,趴在地上晕了过去 岳父将男主送进了医院,说造势司机已经跑了 医院里发现男主只有17岁时候的记忆 哭着喊着怕摩托车被爸爸卖了 还和露露眉来眼去,金发其望的一根二镜 胡子哥发现妻子露露还和男主恋爱过 靠,原来被绿了,露露承认高二和男主滚床单无数次 医生说这是血肿引起的精神疾病 两个月内让他回忆一切,否则一辈子都这样傻了 金发其给男主做最爱吃的菜 男主只记得白发妈的大白菜 男主色眯眯的看着露露 胡子哥可不爽了,瞪了二人 金发其给男主看曾经的照片和设计 男主还是一片空白 晚上睡觉,单纯的男主没有任何想法和邪念 情绪都不如,家里的设备太高端 男主不会用,简直和机关一样手忙脚乱 一头雾水 早上一家人拥抱,其乐融融 男主按捺不住多亲了几口露露 胡子哥不爽了,那是我妻子啊 两个人打了起来,白发妈生气了 胡子哥也懊恼了,还是回去吧 这样对恢复记忆不利 小贝将铅笔物归原主 那是男主儿时用过的 一家子扔下男主飞驰而去 男主泪流满面,真有孤儿的感觉 金发期请人来纠正男主的发音 自己又去学北方方言 又找人叫男主餐桌礼仪 老是看到这个二货都头大 又请人帮助男主恢复记忆训练 金发期想到用爱情来刺激男主 稳着稳着两个人滚了床单 男主念念不忘露露 然后嘛继续滚床单 这天男主看到岳父的倒车 闪过被撞的一瞬间 给了一份文件让男主签字 签字后男主的品牌就归岳父家了 男主开车回了北方家 拿起铅笔画了一个晚上 给小贝看他画的家人肖像画 小贝带着男主来到家里 露露让男主滚蛋 男主表示了歉意 辜负了你的感情 为了去巴黎把你抛下 很自私 露露表示不是被你抛弃 才投入你哥哥怀抱 胡子哥胸无大志 贪吃自大 但是很勤奋 很细心一直陪伴在身边 这就是选择胡子哥的原因 胡子哥感动的哭了 男主写了张支票 愿意补偿一下 胡子哥一看数字眼花了 突然轰的一声 白发霸家男主的车掉了起来 25年没回来 你想一切造床 哪有这么简单 白发霸大骂 谁养你 供你上艺术学校 去了巴黎就忘了回来 你个白眼狼 扔下龙具 觉得你爸妈是农民 给你丢脸了 甚至拿出枪 你这么想做 孤儿打死俺 男主意识到错了 记忆已经恢复 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也爱你 我恨自己 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 男主在与索菲特合作会上 大谈年轻人喜欢环保 老年人喜欢舒适 不谈艺术 搞砸了项目 男主无所谓 以前欺骗金发七 欺骗自己 欺骗这个世界 忘记自己是谁了 可是失忆期间 金发七也努力陪伴男主 甚至学北方话 来融入男主的生活 可惜撞男主的是你爸爸 男主离开了 男主和家里人一起吃饭 金发七放着男主 第一次见面的情歌 两个人语中接吻和好了 男主把自己的家 改装成了工作室 而胡子男也开了 自己的生物汽油店 这天晚上灯火通明 大家给白发妈住80大寿 白发爸亲自上台唱歌 祝生日快乐 两个老家伙互相在台上说 我爱你 你赚再多的钱 也买不到儿子的温馨和亲情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